千千古诗画 永鹅 唐 洛宾王 鹅 鹅 鹅 青巷 向天歌 白毛 浮绿水 红爪 波 青波 小朋友们,知道这是什么动物的叫声吗? 我们可以从唐代诗人洛宾王的永鹅里找到答案哦! 大诗人洛宾王七岁的时候,在池塘边看到了一群美丽的大白鹅 它们在小河里欢快地游泳,伸出修长的脖子在唱歌 年少的洛宾王看到这样的景象,不由地感叹 可爱的鹅啊,你弯曲着长长的脖子朝着天空唱着歌 一身洁白的羽毛浮动在碧绿的水面上,和天空中的云朵融为了一色 一双红色的脚掌,呱啦呱啦地拨动起轻轻的水波 万里情空,地步荡漾,诗人洛宾王在河旁,看着水中的白鹅在游玩欢叫 这是多么美妙情景啊! 鹅鹅鹅,心想向天歌,白毛浮绿水,红炸波轻波 第一个吧! 播放 诀 exercise 伽人 伽人 呱 伽人 伽人 伽人